挑轮与勾轮的形态基本相似 区别在于大指做挑或做勾 那么这两种技法它的共同要求 是在大指运力的时候 虎口要适当打开 多用小关节 触弦点要集中 保持手心的稳定性 其他四指轮奏的时候 大指不要受它的影响 保持均匀 在大指运力的前一轮 我们可以稍作慢速度 比如说 稍慢一点 勾 稍慢一点 挑 以保证声音的连贯性 和大指发音的质量 挑轮和勾轮是两个声部 那么我们既要保证它各个声部的清晰度 也要讲究它的融合性 挑轮的两种形态 首先是调理容外 那么调音可以做旋律 也可做伴奏 做伴奏 调外 伦理 这是一个新的手法 下面是勾轮 下面讲扣轮 扣轮与勾轮同时大指 勾里旋 区别在于 大指勾和轮奏的第一个音 十指要同时发音 比如说 那么勾轮呢 是大指先勾 再做轮 下面做一个小的片段 扫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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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扫轮是扫向后 轮子紧跟其后 扫轮是扫以后 轮子紧跟其后 那么扫轮 扫轮 他要注意两个技法 要合二为一 要注意扫弦的弹性爆发力 与轮子要保持连贯 而且要注意 触弦的深度和角度要合十 以保证运力的通畅 扫轮佛轮有多种变化形式 比如说扫佛轮 佛扫轮 扫佛扫轮等等 下面举两个例子 扫轮 佛轮 佛轮 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